早上 歡迎收看 小資女夯什麼 小資女夯什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詩嘉 煩修肯小 資女夯什麼 馬上又要過新的一年了 又要過年了 所以呢 在新的一年當中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裝扮自己 才可以有好氣色鎖定今天的節目就對了 現在歡迎兩位紅通通美麗的來賓 所謂第一位是LAL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ALA 好美喔 新年有什麼願望 新年喔 新年可以趕快找第二孫 對 一樣的 那你是有多渴望 不是 條件那麼好 既然會不會有第二孫 等一下好好來問一下老師 好 然後接下來這一位 哎呦 好美喔 我們的映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英竹 我大家新年快樂 不是 你這件披肩是怎麼樣的事 是前腹的不夠多 所以不能脫披肩 不是 不能脫 下完 不要含笑的啦 天氣冷的時候啊 尤其像過年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下午這樣 就是有時候早上起來 就想要畫一個很完整的妝 可是數不知可能到了下午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妝都不知道去哪裡 你知道那邊韓劇的那個女婦 進步長起來的時候 再加素顏有沒有 就 欸 她哪有素顏 她明明就全妝啊 超薄的 口紅都畫好啦 是 可是男主角都會愛上她耶 對 都會想 很自然 為什麼 而且一整天這樣下來 像你們兩個都會出外景嘛 或者是有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跟朋友見過什麼的啊 你們要怎麼樣可以維持一整天的妝容 就最好就是 好像素顏一樣這樣子 我很基本就是戴稀有面子這樣吸啊 或者是說 用那種抗出油的粉底底妝來 對 不然現在就是很容易出油 然後有時候出外景就是下水 然後如果底妝沒有含 就是沒有防水的話 下水 整個下水起來變 就像泥滾 對 然後泥滾 髒都會掉了 我剛剛都沒想到 可能還要下水這件事情 還要在泳池裡面玩耶 馬相女 轉變女 感覺會有水鬼 感覺會有怨氣 好像出來的時候 就欸 你哪位這樣子 那映竹呢 其實我覺得 真的很難耶 尤其是就是 天氣是那種冷熱交替的時候 對 因為你的皮膚本身就會出很多狀況 因為你一整天外景 然後你會一直装嘛 所以你T是可能出油 然後你又要蓋上去 然後又悶住 然後又很冷又很乾 我就覺得 保養品比較重要 就尤其後面的彩妝怎麼樣上 底妝之前的斷油 之前你的皮膚的基底 就要把它護好 所以你們講就是有點小心機 就是類似有點像素顏霜的左右 對 就是你先把它蓋起來 對 就是你最最最基本的那一層 就一定要低大得好 你後面再怎麼上妝 它才會很服貼好看 因為他們兩個的妝也沒化什麼 感覺很薄 可是皮膚就是很透亮 所以 好吧 那老師講到素顏霜 一定要問你 市面上這麼多種素顏霜 隨便走出去問每個皮胎都有處理 還是到底要怎麼樣選擇 因為有的素顏霜 是女鬼 很白眼 而且我有用過 素顏霜是可以脫屑的 有 有那一種 有沒有 那上去之後 然後你的臉上就有白白的 屑屑的 發生什麼 而且還有一種是 你只能擦那素顏霜 你後面擦不了其他東西 對 上不上去 因為它會結 太油了 對 它會結塊 而且或者是它會固固 就是會黏黏 對 會覺得它跟別的東西混在一起 它就不對勁了 然後它反而是把我們的皮膚奔住 對 成分的關係 有的就是會 好像看起來像素顏霜 可是其實妝感很重 對 對 然後我覺得 市面上剛聊到 剛大家聊到底妝的習慣嘛 然後還有像素顏霜這樣的產品 其實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只有在工作的時候才會上一點點薄薄的粉底 然後其實平常的時候我都會用那種 有潤色 然後又有防曬系數的產品 就是一瓶搞定的那一種 然後因為其實有時候私底下出去 就算你去逛街跟朋友吃飯啊 約會或什麼之類的 你的那個妝感上得很完整 會讓人家覺得你有點就是很不輕鬆的感覺 對 而且不時髦 會覺得說我們只是出來喝個下午茶 你上的這麼的完整 這麼的無瑕 很不輕鬆 可是不是就是要這樣給人家一點壓力嗎 就壓力太大了 對 喔 不可以是不是 喔 不可以 對啊 我想說只是聚餐搞得很像要 可是我看到你們有生血痘耶 我看聚餐有壓力啊 我整個人有壓力呢 要打起來了 對對 那所以其實私底下的話呢 因為像韓國他們本身就是那個 底妝的一個先驅嘛 他們常常在引導一個流行喔 然後像什麼素顏霜什麼之類 其實也都是韓國那邊 他們先的 對 開始的或什麼氣墊什麼的喔 但是韓國現在反而喔 開始流行 那個微底妝呢 它就是你有遮 你有無瑕 但是你又好像沒有上 但是它跟那種裸素顏又不一樣喔 等一下 這個一樣 微整形 你好像有整 因為我講不出來整哪裡 對 可是你變了 但是像之前 尾素顏好像也是這個概念啊 但是微底妝跟尾素顏不一樣的是喔 你又要看出皮膚很好 有光澤 然後有juicy的感覺 好像你保養下了很多功夫 或者說你好像剛剛去做了spa一樣的感覺 然後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品牌 未來美 當然 對 就是一個韓國的先驅嘛 他們家 太多好用的明星商品了 然後這個呢 就是未來美的順白氣墊霜 那你一聽到氣墊霜 你就會想說它會不會很像素顏霜霜 氣墊不是就是粉餅嗎 對 不是 這個跟它的包裝有點關係 平身的設計有關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喔 那順白是什麼意思 順白的話就是它在短短的30秒之內 你會讓肌膚有那種韓國少女的那種 牛奶水光肌 什麼 牛奶 牛奶 牛奶倒在玻璃杯裡面的那種 對 但是很多人會想說 就是氣墊霜會不會很像素顏霜 因為大家剛剛都聊到了素顏霜的問題 它等於是素顏霜的進階 對 它擁有那個很快速的效果 但是它不會悶 然後不會不自然的白 然後也不會感的厚厚的 好像會長粉絲或幹嘛 完全不會很清淡 很清淡 很清淡 就靠這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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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水光肌 然後呢 它的氣墊最主要是它的平身的設計 也很特別 喔 還是這樣用按壓 是用氣墊粉餅的感覺 對 因為氣墊本身它就是cuchon的意思 然後像這種按壓按壓的方式也是cuchon 它有點像是幫你的那個出亮的設計 然後呢你只要按壓 用多少量就擠多少量 它不會接觸到空氣 所以是非常衛生的 你們在用氣墊粉餅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什麼問題 打開啊 就看在外面 涼涼 有時候會乾掉 而且氣墊粉餅它本身是一個 水分比較多的一個底妝嘛 然後你那個粉撲就是 它是藏在裡面 久了之後 它其實很容易會味道會濕住 所以你要常常洗啦 對 但是這個它也是氣墊的概念 但是你不用有那個問題 它不會接觸到空氣 然後呢 你直接 我們大家旁邊都有 我們來試用一下 可以看是不是 可以 一定要去感受它那種就是 順白 還有那種牛奶水光肌的感覺 然後我們要用的時候呢 直接擠壓一下 然後它會出來那個就是粉紅色的 氣墊霜 對 它的顏色沒有那麼的膚色 對 它是粉紅色的氣墊霜 然後呢 因為它的這個底妝的效果 比你手邊的粉底液啦 還有像是例如說素顏霜啦 還要更加的自然 真的好粉喔 對 然後呢 你就會擔心說 如果說它比起粉底液啊 然後比起你們的那個素顏霜 又還要自然的話 你們一定會擔心說 那它會不會沒有遮瑕效果 那它會不會太過自然啊 因為如果自然的話 你就是圓形閉露的狀態也不好 然後你現在 因為有一些沒有潤色 就是很膚色 對 可是這個 很白色的時候 差一點點 很像是乳液或乳霜的質地 對不對 你不像是在用粉底液 就亮亮的 你有沒有感覺到它那個牛奶光 還有珍珠的光澤 對 好它裡面呢 我們剛剛看到是粉紅色的那個氣墊霜 對不對 它裡面呢就含有那個粉紅 粉色的那個紅光無瑕粒子 對 粉紅色會叫色 對 然後你用在臉上的時候 你說它有那個紅光遮瑕粒 對 那個紅光遮瑕粒子 你用在肌膚上的時候 它可以去解決我們肌膚的那個 膚色不均 去暗沉 然後去暗沉啊 然後還有你如果氣色不好的人 可以增下那個好氣色 再來 還有像台灣人最在意的那個毛孔粗大的問題 對 它也可以去做到修飾 而且 它SPF30 黑行星 蛤 這個有30 有30 所以它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都可以應付你的防曬需求 這麼厲害 它也是一個all in one的概念 沒錯 直接當中的防曬有利用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聊到它很多的功能嗎 對 其實它保養的效果 也是很給力的 因為它就是呼應說 如果你真的起床之後 你真的沒有什麼時間啊保養啊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不是印竹的說 對 這是我最需要的 保養這樣很重要的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時間的話 它裡面也添加了很多的保養的成分 例如說你的美白的部分啦 然後保濕的部分啦 還有舒緩的部分 它都有添加 像美白的話 熊果素大家很清楚 因為熊果素它可以解決我們 就是很疲累啦 暗沉啦 就是很累的那種暗啦 熊果素很OK 那保濕的話 它裡面添加的是 圓形玻尿酸 是一種最好吸收的玻尿酸 然後另外像是敏感的問題呀 泛紅的問題呀 然後裡面有添加 韓國最專門的 老鼓草嘛 對 像針對那個 就是敏感狀況的部分 它可以去做到舒緩 所以它裡面的保養成分 也是很給力的 就像你白天用的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 白天用的乳液或乳霜 然後順便又能校色 然後順便又能夠讓你有那個 什麼水光肌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可以起來 就可以直接擦了對不對 直接可以擦 如果你沒有時間保養 如果皮膚很乾的人 你還是保養做到 但如果真的很急著要出門 然後有時候像我就是 就是保濕花動水噴一噴 我就直接上這個 可是它可以取代粉底對不對 對 它可以取代粉 取代潤色 取代粉底 然後取代打亮 取代遮瑕 它就是全部一起耶 而且還有防曬耶 對 還取代防曬 那這樣等於是五合一的感覺 對 那我們來幫模特兒用來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上全臉的感覺 好 好 咪尼亞也算是白耶 看一下妳的肤色 對 它也算是白 因為我剛剛自己試在手上 因為我也算是白的 可是你看喔 差在哪裡 是因為本來我是東方人的 會有黃黃的 對 黃黃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帶紅紅的 所以它會讓得黃色不見 它較正的那種亞洲人的泛黃 對 然後像咪尼亞看起來雖然白 但它其實也是偏 泛黃 對 也是泛黃的喔 而且它兩家有點紅 對 除了紅之外我會覺得說 它的肌膚感覺好像沒有光澤 沒有光澤妳就會覺得肌膚好像乾 或者說妳是不是保養沒有很 對 或累累的 對 沒有很認真的感覺 那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按壓 然後它按壓就是 你可以去判斷妳要用多少量 我都會按壓大概一半 我不會用 對 我不會用太多 像這樣子 好 就是一次的使用量 然後我們直接 對 直接把它抓在手上 然後一開始使用的時候呢 好 一開始使用的時候呢 我建議我們直接用指腹 先輕拍像這樣子 均勻的散步在肌膚上 我們先不要急著去推開 先用這樣的方式 均勻散步輕拍 然後呢 眼周都可以帶到 然後呢 再用輕推的方式去推開 它感覺超好推的耶 好亮喔 超輕柔 它眼下面好亮喔 對 然後因為它就是 實地延展性非常好 它用起來就好像是在用保養品 你不會覺得像在用粉底 因為有時候你用粉底啊 然後你會有 例如說卡粉的感覺啦 對 很快快 或者是延展性不好的問題啦 然後很難推的感覺啦 然後這個就好像是在用 白天專用的一個 保養品一樣的感覺 就只是這樣輕輕的輕推 然後髮際線這邊輕輕帶 這樣就OK了 然後你這樣已經覺得 它兩邊的膚色 對 有差 有很明顯的差別了對不對 然後呢 我接下來呢 我還會再使用更進階的遮瑕的部分 我們只要再把它疊一些上來 就可以進行遮瑕 你不用另外用遮瑕產品喔 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要遮瑕的時候 我會用按壓的 我就不會用推的了 我們直接用按壓的方式呢 它可以更增加它的那個遮瑕力喔 所以如果說有黑眼圈的問題的人喔 我們就直接用按壓的方式來做修飾 還有像是例如說唇周 這邊也會黑黑的有沒有 暗暗的喔 然後還有例如像是那個 Mia的那個鼻翼喔 因為女生的鼻翼就是 老是就是擠粉四級到它都會泛紅啊 對 那所以鼻翼的地方 它那個兩頰的毛孔跟泛紅都不見了 對 立刻遮了 對 立刻遮了喔 我終於懂它順白的意思 對 瞬間就會換來一新了 對 六邊很像是現在用美顏相機的效果 然後第三道呢 我要讓它做打亮的效果 所以我會在臉部的立體面 瘦光面的地方喔 再輕點 尤其是我們顴骨 因為顴骨這邊如果有水光 你就會有好命的感覺 像這樣子輕打 碰回碰回的 對 然後我們都是用輕暗的不要推喔 輕暗的部分 輕暗的話我們才可以保留它 比較多的光澤 有暗的這個一定亮的耶 對 對 你看啊 你看它的那個 真的好亮耶 蘋果肌耶 蘋果肌 而且我用同一種東西 只是用不同的手法 為什麼喔 對 立刻遮了 它可以當遮瑕膏 又可以當打亮的 對啊 因為我剛剛說到它的那個紅光 紅光的無瑕那個例子 就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然後像例如說下巴的地方啊 瘦光面我們也可以點一點下巴啦 額頭啦 額頭啦 然後鼻樑啊 對 鼻樑 對 都可以輕點去創造出 它那個肌膚的立體感 真的 如果擦這一瓶索 自己素顏 大家都相信耶 真的相信 我覺得這個如果就是 你剛跟你男朋友在一起過夜 然後可能趁他醒來自己 就趕快這樣轉 我覺得你非常好 這樣擦一擦嗎 不用照鏡啊 對 你不用照鏡子都能這樣子用 然後一起來都露出一個 怎麼那麼無險啊 對 怎麼那麼完備啊 這樣 而且我們剛才不是說謊嗎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對啊 它也撥不出來 而且是非常的自然 然後你就是像這樣子 就可以直接出門 因為它防曬也都幫你做到 超好啊 超好啊 我覺得像這樣子去 姐妹聚會 去下午茶 去看電影 去吃飯逛街 我覺得這樣的底妝 是比較剛好的吧 不是 因為它本來就不差 對 可是你又把它這樣補起來之後 你就覺得說電 對耶 如果素人長這樣不得了耶 對 然後呢 大家一聊到有那個水光 有那個光澤感 很多人就會開始擔心 哎呀 老師 那它的那個會不會油 對 因為它有那個光感 一定會很油 那我們又要來做個實驗 看它油不油 好 好 最喜歡做實驗的 對 實驗或油畫 有一些亮光啊 乍看之下會覺得很漂亮 對 但看起來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臉出油 對 尤其男生都看不懂 我們打亮的那些highlight 對不對 對 然後以前我都會教大家說 如果你想要讓顴骨有光澤 塗一點植物油 但是那就真的是油了 然後你如果技術不好的話 就不好看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試試看它會不會油 好不好 好 這就是吸油面質 然後我直接貼它的臉頰上 像這樣輕輕的 我沒有輕輕啦 其實我壓的還蠻重的 你其實真的有四人恩怨有沒有 沒有 你光是另壓耶 手機很強 來 像這樣子 完全沒有任何的 好厲害 都沒有耶 而且你記得我剛剛 在它的那個顴骨這邊 還多壓了幾下有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的油脂 有油光沒有油脂 對 所以它的那個粉色紅光 那個無瑕粒子真的很強 很讚 對 然後接下來呢 女生還很在乎的就是 這麼薄這麼自然 它會不會下午就完全沒有了 對 它那個油會不會很乾 對 然後流汗它會不會掉 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噴水 很嚴格的實驗 對 就是我們那個要下水的部分耶 對 剛剛有聊到 要噴水 既然聊到我們就來試 好不好 然後就比較犧牲一點 好 那我們直接噴水在臉頰上面 眼睛稍微閉起來喔 噴一下喔 像這樣子 它真的有動了一下 好 然後呢 我直接用面紙 像這樣子 來囉 按壓囉 我習慣了 真的有被 真的有被 這個雨水 好大滴啊 有沒有 沒有脫妝 沒有任何的膚色在上面 也沒有任何的粉色在上面 對啊 它完全服貼 而且你看 而且它底上還是亮的 你看鏡頭 它的那個底妝都還是在 它跟剛剛長一樣的 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它會不會很油膩 然後也不用擔心說 它會不會很容易就脫妝 你就是一整天 一整天 欸我覺得 塗這個跟男友去消耳 都不會掉 對 我們去洗澡吧 都不會掉耶 好重要的moment喔 很重要啊 對 而且如果說你戴在身邊的話 你隨時想要再營造那個 珠光感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用一些 再疊 它也不會像那種粉底 會有那種好像你 你越疊越厚越疊越厚的感覺 完全不會 你可以不停的去增加 它的那個顴骨的光澤感 都沒有問題 而且很薄耶 對很薄很自然 我覺得這塊可以取名叫做 第一次過夜神器 你看你又可以shower 你早上起來 又可以假裝自己素顏 對 又不好就叫一事成主顧 會不會好厲害 哈哈哈哈 就是終始於命 對 是耶 太厲害了啦 我覺得這一瓶真的很適合 所有的女生都應該要來一瓶耶 對 就是我們的小心機啊 每天出門之前 或者是像你剛剛講 一些情境 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趕快 有沒有 塗在臉上 維持一個很完美的狀態 對啊 而且它可以幫你省掉五品 其他的東西 也是地極見效 需要特殊的手法 也不用鏡子 塗上去 馬上就換一個人耶 太厲害了 我覺得你2020 就靠它了 第二春 好不好 你有這一罐 第二春神器就靠它了 真的 對 所以所有的小子女們 沒錯 所有的小子女們 然後你們有沒有學到了呢 這一瓶呢 很厲害的素顏神器 大家一定要立馬入手 好的 過年快要到了 所以呢 我們除了要有完美的妝容啊 漂亮的新衣之外呢 我跟你們講 妝的這個地方非常重要 我是一個沒有擦口紅不能出門的人 我也是 就是如果說只能讓我選一個化妝品喔 我一定選口紅 正確 我也是一定要選口紅 氣色對不對 對啊 像今天我們兩個生理期 然後在這裡還沒化妝的時候 我們兩個真的是很淒慘 對 整個臉是很白的 有病毒 對 可是通常這時候我就趕快拿一支口紅塗一下 是不是 氣色就好很多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口紅對女生而言 你知道像有的時候啊 我化一個妝嘛 然後我還沒有上口紅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任務還沒達成 超不對的 你看口紅整腹就是 哎呀全套 我覺得口紅就是你的妝的靈魂 而且其實有時候 口紅跟你在各個場合 都要搭不同顏色的口紅 我覺得這真的超重要 有時候你不小心搭錯口紅 也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歪歪的外掉 對 就是你的眼妝化再怎麼漂亮 對 或是一不穿著再美 口紅一歪掉整腹就再見 對 所以太重要了 對 所以你看 口紅對不穿 而且你們應該都有很多支口紅對不對 很多 應該跑不掉吧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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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吧 超過吧 你永遠去試顏色 你都可以再買更多 我老公每次都說 你到底有幾張嘴巴啊 我說你管我 對啊 就是你知道 喜歡的就多買兩支 沒有用過的 新出來的就現在美 所以你看 2020年 2020年 好 新的唇色 又可以買 又可以買了好不好 還開心了 在聊2020年之前 本人有230支口 對 230支 不愧是老師 唇膏真的 你每天在選要用哪一支顏色出門的時候 那是新花怒放的感覺 而且我每次一買到新唇膏 就覺得好囂張 對 就像一直用它 不知莫名 就覺得好像 神器了起來 還有自信 就覺得整條街 我最美的 好像錯覺吧 會生心 而且我覺得剛剛大家聊到的話題 跟那個口紅哲學 口紅經濟學有關 就是當你經濟很不好的時候 我們塗上一支口紅 你就會有希望 唉唷 有這種說法 真的就是氣色就會變好 而且當你就只有一個 就像你剛剛說的 我只有一個彩妝可以選 你選口紅就對了 因為口紅它就立刻讓你改善 改變你的那個氣色 改變你的膚色 對 所以就是口紅經濟學 再怎麼窮 再怎麼沒錢 我們都要塗口紅 對 所以口紅真的很重要 但是 像我們之前不是已經流行 霧面口紅好一陣子 對 然後但是霧面口紅 它雖然是很時尚的代表 然後很多年輕女生一定都會 很多色 但是其實有一些像 唇紋很深的人 然後嘴唇很乾的人 或者說是像一些熟靈 對這種霧面的口紅真的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這些族群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2020年來 日系的那種水光水潤感的傳 又回來了嗎 終於回來了 喔 Juicy傳 對 我個人非常期待 2019如果畫油油嘴 人家要笑你的動 對 就想說你這是幾年前的 弄那麼油是這樣 豬油嘴嗎 對 沒有2020年這不是豬油嘴 這叫好命唇 歡迎回來 對 但我不得不說 年輕的阿美亞真的都是水潤唇 真的 你會覺得水潤唇會比較多 你知道嗎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塗個護唇膏 就覺得唇色好美喔 就是你一定要讓它有那種水亮的感覺 然後這樣的雙唇你才會有立體感 然後才會有juicy 然後有豐潤 然後會讓人家想親 而且會有好命的感覺 第二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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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孫又來了 你唇膏都是為你第二孫唇味的 真的好開心喔 因為你後面太有距離感 不敢靠近 會覺得你太時尚了 原來我選錯唇膏了 而且怕你肚子你嘴巴好像很乾不好清 對 那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能夠帶給我們雙唇那種水感 Bling Bling的那種感覺的一個唇膏 就在我們的陳列台上 都有 對 然後這個唇膏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紅的 水光我行口紅 然後這個是來自於大家的好朋友 加力寶集團的Coffee Leto 因為Coffee Leto這個品牌 我個人是他的鐵粉啦 因為他其實推出已經有大概12、13年的時間了 但是他剛推出的時候 完全走的都是那種日系優雅路線 但是自從九頭生菜菜去給他代言之後 就是我們陳列上面的照片 代言之後他整個色系變得非常的活躍 非常的時尚時髦 然後非常的大膽 但是他還是保有那種日系的 例如說眼影的粉質很細啊 對 然後口紅很juicy啊 他還是保有Coffee Leto的精神 只是說在顏色的選擇上面 他變得非常的跳躍 對 然後呢 他這次推出的冬季的彩妝 有六個顏色的唇膏 然後呢 上面呢 是暖色調 下面是冷色調 你可以用你的膚色 例如說你的肌膚比較白 你就用冷色調 然後如果你的肌膚比較偏黃 那你就是暖色調 可以這樣來去選擇修飾你的膚色 然後呢 我們會看到有兩個顏色包裝特別不一樣 你知道很多限量的都是這樣子做 隱藏版的感覺 限量的 這個就是你一定要戴的意思 沒有就沒有了 不想到限量這兩個字我們就一定要下 無法姿拔對不對 上手然後放IG限動 玫瑰金耶 然後他為什麼做這樣限量版 你看他的那個整個口紅是金屬的 對 玫瑰金 對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質地裡面添加了 金屬珠光的感覺 所以你塗起來會有那種金屬的感覺 但是呢 一聽到金屬你會擔心說 欸他會不會很像好幾年前 Disco時代 尤其那種很老派的 完全不是 他是Coffee Leto的金屬 所以不會有那種很老氣的感覺 對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深邃玫瑰色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顏色 對 然後這個就是 比較一般的帶橘的裸色 然後它裡面呢 它裡面的那個金屬珠光是那個粉紅色的 然後它裡面的是金色的 所以塗起來效果是完全不一樣 好 試色試色 好 那我們直接幫Mia塗上這個顏色 然後你其實Mia的雙唇 我覺得稍微有點乾 然後也有一點微微的唇紋 但是它一塗上去 你會發現說 然後它那個很滑順 你以為應該自己有感覺 很滑 對啊 你看它上下兩邊的差別 滿有氣質的 對 粉粉嫩嫩的 對 很嫩喔 然後它帶一點珠光 抿一下 像這樣子 好上臉喔 對 真的好漂亮喔 我以為它那個珠光的感覺 真的超美的 然後我超推這款 這款唇膏 它完全不會有那種很老氣的那種珠光感 是非常細緻的金屬光的 這珠光很有氣質 好耐看 所以看起來更顯白 它就是會這樣變超好 有一種真的是想要清的感覺 少女唇 因為其實金屬色有的時候會覺得嘴巴更乾 對 它那個顆粒的關係 會覺得唇紋好像變得更深 而且你在塗的時候會覺得KK的 怎麼有好像一顆一顆的粉或亮片在那邊 完全不會 因為COVIDEO他們家的唇膏 都會有添加像玻尿酸啦 水溶性的膠原蛋白啦 它們的彩妝都會有添加這個成分 所以它有不唇膏的成分 很潤 對 所以我覺得像很多人會擔心唇紋的人 你就用COVIDEO的唇膏 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我們兩位 對 我沒想要試試看 漂亮的來賓穿得這麼多美 可是我不受控的 剛剛已經自己試試了 我要試試了 抓你這麼多 抓你這麼多 是專櫃自己試試 好好看 所以你看到唇膏忍不住就會開始塗 是沒事啊 這個是比較裸色的 比較裸色的 有想要試試看這個 這個是不是沒有那麼金屬對不對 對 它沒有金屬 因為金屬的只有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映竹的話 如果 我就映竹的風格 如果把那個披肩給披起來的話 很像是可以家庭聚會 或到男友老公家聚會的那種 見家長見家長 那所以我幫他選的是這個 暖色調的這個裸色 這一款它是B1242的顏色 欸 老師 那我有問題 那我們第二圈的LALA 好 因為我認識LALA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它 會讓我覺得它是一個性感的女生 我覺得裸色秤不出它的 對 而且我覺得年節的時候 它要去走春 可能要有約會啊 然後跟朋友約一些下午茶啦 然後我推薦你的顏色 這個是我自己也有入手的 RD229 好喔 RD229 對 這一支它雖然是紅 但是它是Cofileto的紅 你不用擔心它會讓人家覺得有距離感 Cofileto他們家的紅 就是可以讓你平常都可以用 那如果說你擔心它那個紅顏色會太深 你可以用指腹去沾取 不要直接塗抹 你可以用指腹去沾 按壓也OK 對 按壓也可以 因為它很潤 它的那個保養成分很多 你看櫻竹它這顏色好好看喔 好水嫩喔 我覺得你們今天穿的衣服的顏色也超搭的耶 跟唇膏顏色超搭的 櫻竹我覺得你擦的顏色很美 這就是我喜歡的顏色 是 然後又不會讓你覺得氣色很好 沒錯 然後啦啦的顏色 膚色比較白 然後看起來會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看喔 跟你的衣服超搭 好像小姐姐喔 蠻厚的 所以我就想說就是用按壓的方式 讓它不要這麼的濃 對 而且你擋得到牙齒更白 嗯 真的 很穿再來 很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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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路上了 好開心喔 而且你剛剛說到一個重點喔 Cofiletto他們家的唇膏 如果你想要呈現出那種 氣質小姐姐的風格 那是 你就可以用他們家唇膏 而且這個系列的唇膏喔 今年有個好消息 它有獲得日本 Cosme的網站 然後就是人氣前三名 其實在日本有很多選擇 如果可以在這麼多的競爭者 你居然還可以前三名 對 還可以前三名 太強了 太強了 大部分的消費者都喜歡他們家的東西 沒錯沒錯喔 然後呢 像這個唇膏之外呢 我也很推薦他們家的這款產品 這個是水光美型唇露 一支多種享受 它有唇膏 好 你直接可以使用唇膏 單獨用也可以喔 或單獨使用他們的那個就是 唇露也可以 然後還可以搭配使用 你疊上去的時候會出現不一樣的妝感 然後也可以跟口紅一起搭配使用 它真的是一支多用 這一支啊 它是Ed Cosme的液態唇膏第一名耶 今年度的喔 第一名 真的這支超恭喜的 日本它的票選是第一名這一支 而且這個很包圍 它那個唇度就可以擦那個露體的唇膏 對啊 而且這點最在中間 它細細的很好很好 很好畫 沒錯 它是細細的 然後很優雅的 它在塗的時候 你又可以當唇線筆的感覺 又可以當唇膏的感覺 它的功能非常好 然後總共有四個顏色 四個顏色 這支斯嘉超適合 就是有點那種女性魅力的色 對 好 先收成 白色又被自己包包裡面了這樣 老師 那他們家除了這個 他們家還有眼影對不對 是 眼影盤才是真的也很重要的部分 來 它有三款眼影盤 這個是彩繪 我型 眼加彩盤 總共有三個顏色 白色的這個部分呢 它是顏色比較有未來感的 它裡面的顏色可能就是很跳色很衝突 很有挑戰性的 金屬科技 對 然後再來呢 粉紅色這一款就是也是斯嘉很適合的 它裡面是比較有女性魅力的顏色 然後橘色外盒 對 就是很女生很女人的那個顏色 對 這是家款 對 而且皮膚要夠白 你就很能夠去駕馭這個紫色系的 美朋友款 對 美朋友 然後這一款呢 橘色外盒的 它裡面的顏色比較經典 然後我覺得是還蠻實用的顏色 像我個人就是入手這一款 而且你看它的外包裝啊 像這種設計啊 真的非常時尚 然後其實今天模特兒 我也幫他畫了眼妝 在他的左邊的這個地方 那我幫他用的 主要就是斯嘉很喜歡的這一盤 然後呢 這個眼影呢 它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色喔 我覺得剛剛大家應該都已經玩瘋了 就是裡面都會附有這個彩繪薄膜的貼片 每一盒都有一張完全不一樣的顏色 就是我們小時候會在那邊玩的 就是塗的 有一種尺上面有什麼星星的愛心啊 然後趕快塗 你看 每一盤顏色都不同 圖案都不一樣 圖案都不一樣 然後呢 你看喔 就是蜜亞的臉頰這邊 我有幫她畫一顆小星星 有沒有 就是有幫她畫一顆 小星星好可愛 對 我教一下大家怎麼用好了 我們畫在這個位置好不好 那我直接幫她畫兩個顏色的漸層喔 因為我們有這個膜 所以就很方便使用喔 然後我來幫她畫一個漸層的閃電 在前面的地方我們用橘色的部分 你直接用按壓的方式就好 它就可以... 喔 直接給它塗上去就好了 對 它就可以染上去了 很簡單 這是我們小時候塗鴉的原因 對 然後另外一個 也是沒有這個膜才能畫 對 很方便 對 很方便 像我們這種沒有藝術細胞 只要畫一個愛心 畫起來像蒼蠅大便 就整個妝都毀了 欸 我想畫得那麼小 就要不要變那麼大 越畫越大 我要拿下來囉 來喔 看一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因為很適合去party 對 很簡單對不對 然後其實很多人對於畫眼線 尤其是參加派對的眼線 也很不拿手 然後呢 我跟大家分享 它這個膜裡面也有那種 眼線專用的位置 這個好這個好 對 例如說你可以像這樣子 靠著 貼上去就直接畫了 貼著 對 像這樣子貼著 然後描一描 就可以畫出很簡單的眼線 而且它有比較低調的眼線 然後另外一個膜 有比較誇張的眼線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買兩個顏色 然後這樣就有兩張膜 對 基本上 我知道很多鐵粉 三盤都帶 就有三個膜 三個不同的顏色 然後三個模型 很多鐵粉三盤都帶 因為它會覺得很無法選擇 我到底要帶哪一盤 其實三盤都帶很基本 對 因為有時候要參加約會啊 還是一般比較素的時候 要上班的時候 對 它可以搭配不同的眼影 三盤都沒有撞色 沒錯 重點是它們的價格 又很暖心 我跟你講 光是你們兩位用的口紅 現在專櫃的價格 哪一個專櫃不是破千 當然要 只有Profilet 都沒有破千 沒有破千佛心來著 真的不可能 對 我覺得真的是讓我覺得很感動 那包色啦 包色 就你不會 因為你要買專櫃等級 又要買日系 又要買有保養成分的 對 你其實就是可以包色 而且它六個顏色 都會讓你沒有辦法取捨 對 我覺得真的實在是 太百搭又實用 而且每一盤啊 都有它們的六色眼影啊 所以大家如果三盤一起買的話 哎呦 你就有對不對 就這樣啊18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 欸欸嚇我一跳 而且光是 這六個顏色 你看起來是六個顏色 它可以搭配出最少三種眼妝 是不是 對而且你還可以自己再去調配 所以它不只是三種眼妝 是很划算的一個眼影盤 對啊 對 那一個再搭三一個 欸欸欸對不對 十八再乘以三 哎呦 五十四色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很真誠 你是不是剛剛真是寶了 不要講得出來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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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